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按一下訂閱的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 提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可以按一下手指公 看看廣告對小弟的支持 跟大家研究一下 3月1日第六場賽事 這場是直路賽 直路一千 有三隻新的 其他跑過三隻 這場是和氣身材 辣臣 大武士 霸聖 這四隻馬可以看 這場是無敵勇士 四班 不是贏過一場 贏過一場 第二段是慢一點 這場是快一點 今天有二話不說 無敵勇士 無敵勇士 是這麼多,我都不記得了 我都計算了幾場 分析一下 無敵勇士 四班 那天要負到一二七 今天就負到一一五 即是減了十二磅 比這場的時間是減十二磅 但是那一場 除了上駕 全城的頭馬 叫做好一點之外 和青年才俊 有些潛質之外 其他那些馬 其實就不太厲害 只不過是 再對上一場 他就贏了 又是撿過檔 今天撿過五檔 是最好的了 這麼多次來講 上次那場贏到行星夢 開心人生 今天再出的二話不說 年年豐收 都是OK的 但是今天就升了班 但是我就不看這一場 我看他比較快時間 那場 五十六秒四的一場 拿這一場去跟他比 那天那個是史卓鋒來的 第一段慢了半線 這隻無敵勇士都是擺頭的 這隻和氣身材 就守住下 擺頭那隻 就叫做今天出的大俠士 大武士 和那隻辣神 全城 第二段 這隻無敵勇士是快了兩線 即是兩段加快了一線半 沒段回來是一樣時間的 那我想和大家看一下 這個時間就分析了 第一段慢了一線幾 接著連續兩段都可以交快時間 今天呢 由127到115 由史卓鋒換了蔡明曉 由二檔就換了五檔 那我想看一下無敵勇士的腳法 一分鐘左右 這隻吧 一開閘的時候 包裝貴族行 惡慢了 南俱寶包尾 其實他也是堆了幾下 就能賣到來 放了出來 看看他的腳 但今天可能會多些馬 頂他的 這裏 換了一次腳 這裏換了一次腳 和氣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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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臣 大武士 這幾隻 和氣身材 黃色衣服 和氣身材 黃色衣服 黃色衣服 紅色衣服 和氣身材 辣臣 就在這裏 霸性 在這裏 大武士 在這裏 他拍著大武士的速度 後來找個 寶寶 留意一下 辣臣的腳法 和和氣身材 辣臣這裏 和氣身材 中間夢幻人生的馬 接近終點 跳出世界 或是在後面有遮擋 雞手鴨腳 兩隻馬 都是 鬥全城 一隻 和氣身材 鬥全城 一隻 兩隻 都是輸給全城 時間都交差不多 今天 跟大家講講神粗 先 1號馬 時事亨通 今天降班 保持功夫 2號的大武士 保持功夫 3號金會聲 保持功夫 4號和氣身材 潘頓 有碰過田泰安 有碰過潘頓 不選他 5號呢 近跑得12月 12個月沒有出過賽 右邊足部有些事 稀威心試過習武騎 6號潘頓試過兩貨集 新東西 7號田泰安試過兩次集 9月27號 有碰過 田泰安沒有騎 8號奮鬥同心 1月15號 退出過 那天找蔡明紹 接著試過集 及格了 強制試集 9號田泰安 希威心也有試過集 11月5號 有碰過 兩個都沒有騎 10號 龍轉輝煌 保持功夫 11號 辣神 希威心也有碰過 保持功夫 12號 霸聖 潘明輝也有碰過 保持功夫 13號 蘇哥里保持功夫 14號 蔡明紹 再去試過課集 試過課集 上次騎的 古惑調動 1號是史卓峰 2號是陳家熙 3號原裝巴道 4號潘頓 田泰安 5號是新的 6號是新的 7號 史卓峰轉何宅堯 史卓峰和何宅堯 交換來騎 8號是上次退出 不用說上次是誰 9號是新的 10號上次 何宅堯變成史卓峰 11號 希威心 原裝 12號 毛顯東轉了 潘明輝 13號 蔡明紹 14號 蘇兆輝 轉了蔡明紹 星班上來的挑戰 就是無敵勇士 奮鬥同心 都是贏四班上來 三班兩場接近 曾經 停過幾天 看看先 退出過來的 停就停一兩天 兩天左右 大武士 事事亨通 剛剛下來 沒多久 這一場馬 我就不敢拿膽了 因為兩隻馬 我選了的 都是撿些不好的當位 其實無敵勇士 撿過這樣的當位 我都不太擔心 最擔心的是 剛剛升班 就要適應一下 部速 裡面有一些馬 今天都是比較 奮鬥同心 奮鬥同心 可能會切過來 都是快的馬 和氣身材 都不會慢到去哪 還有一隻快的大武士 也都在附近 變了 要看那個形勢 我覺得這隻無敵勇士 就算他在外面游的時候 他都可以跑到直線 不會像游泥浪蕩一樣 我選了這一隻 又再試多貨集 都是積極的 今天背輕了那場 輸給全城的十幾磅 我覺得都可以挑戰 這隻馬 是鬥志問題的 另外再選一隻 我選一隻和氣身材 今天撿的檔位 不理想 潘頓又不騎 又不理想 不過我就不理這麼多了 我看到他 前面有一些馬 可以放置一下 回到來擠下去 上場就擠下去 好像不太多 但你要想一下 那兩隻是什麼馬 一隻是跳出世界 一隻是全城 不是他多不多 是別人多不多 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他撿下去 是有反應的 只不過人家全城 很銳 跳出世界 也是銳 他撿下去 不夠人家 但是今天的檔位 認真就不好 真的要看他如何克服 再選一隻 我選了很久 大帽子 這隻馬 其實減了分 撿了一場 之後 那一場馬 李勁國 見到那隻腳 沒有換腳 都騎得很盡 但是他前速可靠 但一見到 涉恩哥哥 我上場的全城 就是因為 涉恩哥哥 就輸了 被跳出世界了 今天的檔位 也不理想 我就不要他了 我再選一隻 既然選了兩隻 不會太有賠率的馬 當然是搏一隻 搏猛的馬 我就搏這隻 霸勝 兩場都跑到12回來了 兩場都跑到拉尾 其實季初有一場 就輸過幾馬位 那 時間就不太出色 然後兩場 上一場 就拍了內蘭 去中間走 被人阻一阻 塞了一下 再上一場 位又不太好 今天我看到他的功夫 好像加強了一點 但是這隻馬 是有些事 真的薄的 就是有些事 過來 上季薄得很厲害 今季是有點虧了氣 但是今天他也是 撿回十三檔 我覺得他的功夫 好像加強了一點 無謙東換潘明輝 希望有些賠率 玩一下 今一場 我就不會拿膽了 因為兩隻都撿回 拿來拿膽 其實實務的勇士 可以做膽的 因為他五檔已經是三場最好的一次 但是 當好過上幾次 但是又升了班 又是另一個因素 所以他沒有要克服 變成又不夠膽 拿去做膽 和氣身材 上場就跑得好 上場的檔位好 今天他的檔位是差的 他又不用克服那班 他三班OK的 但是又 當是差了 又不敢拿他做膽 如果拿霸性做膽 更加不敢 馬真的有些事 但是 看他的功夫 就加強了一點 既然我覺得 有些馬 大家都是膽膽的 我就玩這三隻 算了 我要四號的和氣身材 十四號的無敵勇士 加多一隻十二號的博大帽馬 霸性這三隻鐵三角 算了 因為有幾隻新馬 三隻新馬 有一隻很難鬥志很難測的 是時事亨通 我看那條片 他也是沒什麼換腳的 但是那場是快步速追上來的 過到海船來的 這隻馬 曾經試過落過兩次飛 第二次 我記得他跑過第五 跟著閃電精靈 那些一起瘋 那一場 在快活谷那裡走了 現在下班 就跑直路了 但是這個馬房 我也是有點害怕的 所以我這場 我也是自己一點點參與 就算了 十四號 四號 十二號 就是這場鐵三角 好多謝 拜拜